马关条约之后,他的坚持,多多少少为大清留了点尊严。 光绪21年3月23日,在日本马关,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,中日双方签署了不平等条约,条约规定,中国割让辽东半岛,台湾以及附属各岛屿,澎湖列岛,赔偿日本国两亿两百银,增加沙士。 从庆、苏州、杭州为商部,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投资办厂,马关条约的不平等,是当时政府的无能,以及战败的后果,丧权辱国的条约背后,不断涌现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斗士,黄尊县就是其中一人。 首先我们仔细看看条约内容,所有内容都是李鸿章与伊藤伯文之间制斗的结果,这已经是李鸿章尽己之力最好的结果。 在第六条规定中,增加沙士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商部,为何是增加? 原来,在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就被迫向列强开放了,设立了通商口案,且有广州、上海、宁波三种模式。 这三座城市的通商方式,实则是三种不同的模式。 广州模式的特点,是由中国方面,在通商口案划分出部分土地,交给洋人租用,华人不得杂居,在划分出去的范围内,列强有行政权、司法、征税等权力。 这就等于,洋人独立于中国行政、法律系统之外的,成为了国中之国、城中之城。 上海模式略强于广州模式,只不过在洋人的管辖范围内,可以允许华人居住。 广州与上海,在当时被统称为租界,在许多关于旧上海滩的电视剧中,我们也会经常听到租界这个词语。 在租界内有华人探长等职务,这就是上海与广州的不同。 第三种模式,是宁波模式。 宁波模式的特点,是虽然划分出部分的土地由洋人租有,但是各项权力还是归中国人自主,当时称之为通商场。 这种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实乃最好的阻让方式,洋人只有土地的使用权,而税收、政权以及司法权力还是以中国为主。 马关条约签署后,光绪皇帝命令红章等人,开始实行补救措施,希望在条约中提到的城市可以实行宁波模式。 同年,张志栋向光绪提出了十九条补救措施,要求在新增的通商口案中采取宁波模式。 张志栋的十九条补救措施,得到了光绪的肯定,也在日后和日本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。 但是这十九条补救措施,并不是张志栋一人所谓,实则它是根据他的下属黄尊县努力之后的结果。 当时,黄尊县就职于江年阳布局,而前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派往前线,两江总督刘虎广总督张志栋兼任。 因此,黄尊县就成了张志栋的下属,马关条约签署后,黄尊县就已经在明思窟想如何补救。 在黄尊县的信件中,我们可以得出他的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和决心。 内地通商一世,所上广雅上书一函,降臣且厉害,此事为广雅能主持之。 将来获得金陵会议,县归自海外,陆路无所断肠,或借此异端,少报之欲言。 交涉开始后,黄尊县由于其他事情在身并没有参与,日本要求将苏州的几个繁华地段设置为租界,中方则坚持需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。 即便是这样,双方也一直没有定论,后来黄尊县介入,提出以宁波模式为租界方式,并与日本人据理力证,用中国人的智慧与意回击。 日本人没有办法,只好用最卑鄙的方法,放下狠话,要离开上海。 在黄尊县知道后,马上致信张之洞,表达决心,我领及回护,似不必挽留,听令回护,稍唾齐气,再告以黄道在乎,可以蓄意。 可见,黄尊县实在是当时政局中,不可多得的爱国人士,身上完全没有当时官场出现的媚外,巨外的风气。 郭寇离开上海后,黄尊县日夜不眠,深入地研究鸦片战争以来,两国的不平等条约,最后终于提出了六条新章程,这六条从表面上看,对日方似乎是有所退让的,但是其中处处藏有玄机,不就马关条约之所穷,挽回自主之权利者,无孔不钻,无微不至,由于内容过于专业。 本篇显文不予分析,黄尊县为晚清准全,付出了智慧和汗水,张志栋却从中吸取精华,终结十九点上斗光绪,并否定了黄尊县的六条新章程,并对黄尊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 张志栋并没与看到黄尊县在文章中的苦心和智慧,黄尊县也因为此事被迫退出了残汉。 黄尊县的努力复制东流,随后,日本和中国的谈判亲政府决定屈服,日方在谈判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,过几天便是黄尊县去世113周年的日子了。 请让我们记住这位英雄,正所谓英雄不论成败,他为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做出的贡献,是历史不会忘记的。